大众汽车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品牌 无论是车辆性能还是外观设计上 都非常的不错 大众也在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车型 不断的创新 这部最近大众就为其新车 全新大众涂锐举行了全球首发仪式 这台全新大众涂锐 尽管还没有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从首发仪式上流露出来的照片 和车辆的信息来看 全新大众涂锐在老款的基础上 就了极大的改变 相信全新的大众涂锐 趁着上市的时候 必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全新大众涂锐最大的变化就是 该车搭载的全新的车机系统 这款全新的车机系统支持 首饰翻页功能 页面可根据车主个人喜好 自定义主页面布局 包括了越野 商务 运动 及音乐四种预设模式 新系统相比以前更加的人性化 在万宽 尽管照片做了伪装处理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住 新车的外观设计也是十分不错的 新车前大灯组内部采用的是 棱角蜂明的LED光源 简易的线条进行修饰的侧身腰线 使整个车身看起来更加稳重 硬气 尾部的双置尾排和银色试板设计 增强了新车的越野运动气息 在动力系统上 全新的大众涂锐采用的是3.0TV6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则是8AT变速箱 这样的动力也是非常强劲 而且根据官方透露出来的消息 搭车进入国内之后 后续将会推出搭载2.0T或弄满门的车型 对于这样的一台全新大众涂锐 真是让人期待呀